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讲座的题目是 滞留在美国,怎样保持和解决签证身份 大家知道因为疫情,因为中美航班等等的问题 然后最近又有新的关于核缩,抗体,双印检测等等这些 所以造成有很多中国公民,比如说留学生,访问学者 探亲以及其他原因在美国持签证的人 那么他的签证身份要到期了,但是还滞留在美国 现在不方便离开美国,那怎么办呢 这些人应该考虑及时的办理签证身份的延期或者转换 大家可以参考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此前也有一些这些方面的内容提供指导 就是说怎样填写IS39表,需要什么样的supporting材料 有什么注意事项 那我们在这里再重申一下 以及根据我们观察到的有一些申请人 他们的申请遇到了问题 比如说RFE甚至被拒 那怎样来避免这些情况 我们在这里讲一下 另外呢我们知道不同的人群拿B签证,F签证,J签证,H1B签证等等 那么当然也要有不同的策略 好,那总体来说呢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比如说有很多在美国探亲的 尤其是老年人也有一些别的 这个您探亲呢原来提交了身份延期的申请 那过了好几个月可能一直没有结果 那原来要求延期到年底啊或者是明年初 但是现在呢这个时间又接近要到了 原来提交的申请还没有结果 那怎么办呢 首先原则上你还可以再提交新的延期申请 比如原来要求延期到12月或者明年1月啊 那么在要求延期的这个新的到期时间达到以前 你可以考虑提交新的I539 要求再次延期 这个原则上是可以的 当然你需要材料比较充分 要有合理的解释 讲到为什么需要办理再次延期 另外呢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如果你此前的延期申请还在判定啊 或者刚交上去不久 那么需要考虑呢 及时联系移民局啊 看有没有可能让此前的I539申请较早的批准 这样呢避免这个两难的境地 那根据移民局的要求呢 申请人的护照 在整个这个延期要求的时间里面呢 一直需要有效 所以如果你的护照快要过期了 也要注意可以在中国使领馆办理这样的延期 这个呢是对B1B2的签证的人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常见的注意事项 你需要解释比如原来的航班取消了 推迟了或者呢 这个有一些入境的限制 这个呢对你来说可能觉得是已经非常熟悉了 但是美国移民局它面对的是来自世界所有国家的申请员 不一定了解这些情况 所以呢你需要提供合理的解释和考虑的相应的证据 还有呢当然要提交合法入境美国的证据 以及在美国有足够的资金 支持你今后一段时间生活的证据 另外还可以解释 此后会离开美国的原因和相应的证据 那么关于如果是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拿F签证的人 如果呢你原来的学业已经完成了 毕业了OPT也快到期了 那你需要及时注意呢 要么转入新的学校学习 或者呢办理OPT延期 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因为用错了表格 这个填错了地方或者交费的地方等等 别的有一些问题造成申请被拒 非常可惜 然后就造成呢 此后的申请签证身份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需要避免 那么在这个申请的windowopen以后呢 要及时的提交申请 避免这个因为delay发生一些问题 因为如果你的身份已经过期了 那么再提交要转身份或者延期的呢 那不是不可以 但是要批准就比较难 移民局提到在疫情期间 会考虑这个实际情况 会有一些exceptions 但是那当然就比你身份过期前 提交延期或者转换要更难一些 如果你转学呢 只要在新的service系统注册就可以 如果是拿这签证的访问学者呢 那情况又有所不同 如果J1豁免还没有完成 那原则上呢在美国境内要转成别的签证身份比较难 当然我们看到呢 美国国务院和这个中国方面都有一些政策 可以有利于延长这签证的期限 但是如果不能延长呢 那一般来说要办理的J1豁免才好转成别的签证身份 如果拿H1B但是离职呢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 有60天的这个缓冲期grace period 但是这是对于怎么说呢 是被迫离职的被lay off的 像这样的 如果是主动辞职 或者你的H1B身份到期了 那么这样的呢 只有10天的grace period 需要注意 那其他的呢 我们看到就是申请嘛 你可以paper based filing 也可以online filing online filing看起来比较简单 但是呢 如果你一家有两三个人 你就要每一个人都要单独提交 要单独交一份钱 不管从手续还是钱方面呢 都不太方便 另外如果你网上提交呢 至少目前规定呢 你还不能够用律师来代理 所以这都是一些问题 最后呢 申请提交以后 你会收到来自移民局的收据 过后呢 一般还会有打指纹的通知 有的时候要有补充材料 有RFE 那如果你在此期间搬家了 或者因为别的原因 miss掉了邮件 那有可能会造成申请被拒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你可以经常的注意查 这个online case status 或者注册 让移民局 用这个短信来通知你 比如说可以提交 据1145表等等 我们也看到听说过 有一些申请人 因为错过了来自移民局的通知 而造成申请被拒 总体来说呢 每年提交i539 在美国办理签证转换延期的人 还是很多的 这个申请不会自动批准 那除了我们这个视频 你还可以看一下 我们其他的相关的YouTube视频 和微信公众号内容 我们为很多客户解决过 这方面的问题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